提醒观众朋友 112年度汽机车燃料缴纳期限是到7月31号哦 而目前的缴纳期限已经进入了倒数 提醒称主们 如果没有按时缴款 将会被处以新台币300元以上 3000块钱以下的罚还 112年汽机车燃料使用费缴纳期限 从7月1号期到7月31号 目前缴纳期限进入倒数时刻 呼吁还没有缴纳费用的民众 务必要在31号前尽速缴纳 如果不依规定缴费 将被处以新台币3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还 还会移送行政执行 台北区监理所表示 还没有缴纳的民众 可以攜带原缴纳通知书 到金融机构邮局超商办理零贵缴纳 或是利用监理服务网 手机下载监理服务APP 电话语音 以及原大银行 虾皮购物 接口支付等 行动支付线上缴纳 如此一来 缴费不用出门 省时又安心 当然最好的办法 就是办理弃燃费 金融账户约定转账 不用再担心预期缴款而受罚 另外车辆如果已经不堪使用 也一定要将车牌 缴回监理机关 并完成报费手续 才能够终止弃燃费持续计征 继续声明 咱们其心电财报报道